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期我们蔡牧师跟我们讲了很多的关于她的一些经历 她怎么样的改变了一些 就她们教会用了那个地方怎么样改变了城市 我想她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现在都有一个心愿想改变 那我就想在这个今年到1月1号开始就有很多的震动 不是地震就是飞机相撞 然后在今年碰到了世界各地的大选年 那我觉得吧就好像我过的日子就是每一天呢 就今天一起来就不知道这个世界还是是什么心的样子 就给人一种心理的一种有的时候会不安会不光 特别是美国的美国的事态 好像每一天都在画画画的这样子的一个一个翻篇 今天要撞明天写 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们在信徒 我们是基督徒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面对的可能更多的环境 是我们无法掌控的也不知道的 所以我就今天特别想问一下蔡牧师 那么在这样的好像是不断的在被震动的时候 甚至是天地可能都要震动的时候 那我们怎么样来做一个心理的预备 或者是说在哪些层面上我们可以去视线预备呢 蛮好 这个话题其实今年的开始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发生 这些事情发生如果我们不了解的话呢 我们会很茫然的 非常非常的茫然 而且不知道怎么样做 然后呢会很战惊也会很惧怕 那么今天如果我们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 今天早晨其实在我们的祷告的里面 上帝其实也把这一份 把让我们带出来 就是如果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多的震动 不管是经济上的也好 不管是自然界的也好 哪一类的震动都好 这个震动必须会开始 如果身为一个基督徒 你有认识圣经神的话与真理的话 你会明白这个震动是必须会发生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已经预言 圣经的预言非常的重要 圣经讲的话没有依据 没有依据不会发生 圣经预言的是没有一件 它不会发生 是已经说了就会成就的一些事情 那这里呢其实讲到很重要几个点 这里讲到为什么呢 他说有征战对吧 这个征战不是只是地上那些战争 国与国之间或是内战或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个战争 也包括是属灵属灵属灵的 这个属灵属灵的征战 圣经说了 在末世的时候 当我们靠近耶稣基督徒再来 甚至乎越来越靠近耶稣基督徒再来的时候 这些的现象会越来越严重 改天我们讲末世的时候 我再讲多一点 但是今天我们可能就讲这一点就好了 就是今年为什么我提的 要提这一点 因为今年是农年 我不知道有多巴人知道 今年是农年 而华人根的那个热力 就是那些十二生肖的那个热力 那今年是农年 那么农年一开始的第一天 农年一开始的第一天 就是一个地震 在日本的那个地震 而且是挺厉害的 严重的一个地震 七点多的一个地震 那对于人来说 觉得这些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好像跟我们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我们仍然做我们自己的事 过我们的日子 其实不是的 每一个基督徒 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每一天所活的 跟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 跟我们是有直接关系的 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因为世界跟这个灵界 是同时并行的 世界和灵界是同时并行的 人以为因为用肉眼看 看不到这个灵界 但是灵界跟世界 这个属世界 或者是自然界 是很真实的存在 非常真实的存在 比如说 忽然之间我们觉得很空虚 我们里面觉得很空虚 我们什么都有了 为什么我们仍然空虚 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里面 里面这个灵的空虚 好像比如说 你去到一个环境 那个环境很好 每个人都很开心 很喜乐 你自然而然也会开心 很喜乐 但是你去到一个 很压抑的环境 或者是很黑暗的一个环境 你的心情也自然会被改变 影响 很沮丧 所以这个灵界是真实的 今年是龙年 华人对于龙 有一个不太清楚的认识 就觉得龙是吉祥的 其实龙不是吉祥的 我怎么去证明呢 我单单这样子讲 我没有办法讲 但是圣经讲得非常清楚 他说龙是什么 他说龙就是第九节 他说有征战 这个征战是属灵的 和属世的都有 然后第九节 他说大龙就是那股蛇 又叫魔鬼 也叫撒旦 是迷惑普天下的 是迷惑普天下的 也就是说 他会把吃是而非的真理 告诉人 让人觉得说 这个里面讲的话 挺不错的 挺对的 但是他不完全对 他对一部分 他不对一部分 怎么样能够分辨呢 因为他们没有真理 在他里面 他分辨不出来 但是有真理在他里面 有神的话语在他里面 他就能够去分辨了 我怎么样能够分辨说 这个龙不是一个吉祥物 因为有神的真理在我的当中 所以我可以明明的说 这个龙不是吉祥物 是非常清楚的 他就是这个魔鬼 撒旦 也就是这个 毁坏这个世界 也就是这个使到 世界堕落 好像我所服侍的 那个黑暗的区域 使到他们这么堕落 都是因为这个黑暗的权势 这个魔鬼撒旦 所做的这个工作 所以今年既然是龙年 那这个龙年一开始 你看这个魔鬼撒旦 为什么会这么 这么大量的 或是很多的发生呢 是因为圣经说 他被摔下 这个迷惑普天下的 被摔在地上了 他跟他的使者 都被摔在这个地上 就是被 从另外一个 从一个空中的那个位置 被抛下来了 被踢下来了 或者是说 因为他的时间 不多了 上帝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他最终是会 被抛在这个 烧着硫磺的 这个火炉 不只是这个无底洞 是这个烧着硫磺的 这个火炉 那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呢 他说到什么呢 他说 他当这个魔鬼撒旦 被抛下来的时候 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的就是 第十二节 第十二节就是说 地和海有祸了 地和海有祸了 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 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 所以当他被抛到这个地上的时候 所以地上会有很多的震动 海也会有很多的震动 原因是因为魔鬼撒旦的作为 因为魔鬼撒旦的作为 那么是不是说基督徒就处在一个被击打 被影响或是被伤害的一个环境呢 不是的 不是的 因为圣经语说 上帝给我们一个制服他 胜过他的一个方法 那个方法是在第十一节 他说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宝血 和所见证的道 和所见证的道 特别是不怕死的 记记下去 他说他们虽自己死也不爱惜生命 也就是说是一批不怕死的人 对死已经攻克了的人 就是说就算是面对死亡 也不胆怯的疫情的人 这个是一个能够攻克 这个震动的一个心态 这个坚强勇敢 不怕死的那种的精神和生命 另外一点呢 这是耶稣基督的宝血 耶稣基督的宝血 是能够保护我们的 是能够厚厚的遮盖我们的 所以这个宝血 能够帮助我们胜过 这个震动 这个宝血 祷告耶稣基督的宝血 遮盖我们的生命 厚厚的围绕我们的生命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在那个 我里那个地方 十多年 我们都平安无事 不是因为我们是牧师 不是因为我们是教堂 不是的 乃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 我们知道 耶稣的宝血有功效 每次我们都祷告 耶稣你的宝血遮盖我们 耶稣你的宝血 就好像一道墙围绕着我们 围绕着我们的教堂 厚厚的一道火墙围绕着我们 以至这个仇敌 莫凯撒旦要来攻击我们的时候 他攻击不了 为什么呢 记得诺亚的那个时候 罗德 罗德的时候不是那 罗德 有这个三个天使进到罗德的家 进入罗德的家的时候 当地的人 那些邪恶的人 要 要以这三个 三个旅客 要跟他们 做一些 不好的事 就是说邪恶的 邻交的 或是性交的 这些的关系 他们要 这个罗德 把他们交出来 这个城市 就是这样腐败 腐败到一个地步 没有正确的 一个 对 对性 对婚姻 对自己 个人的那种 生命的那种 的保护 所以 当他们要 要罗德 把这个 三个 旅客 交出去的时候 我们知道他是天使 你知道 在这个圣经里面 所以我说 神的话 就是我们 另外一个保护 刚才我们讲了 是耶稣基督的保血 也包括 神的话 自己所见证的道 这个道包括 神的话 也包括 你自己所讲的 你心里面相信 口里面承认 所讲的话 这更加包括 不怕死的那种的精神 那那个罗德 怎么做呢 当时罗德就想把自己的女儿 去取代这三个人 想把女儿 自己的女儿 还是处女 还是童女 想把这个女儿交出去 让他们这些人去侮辱 但是 神在当时做事 天使 把他们的 门口 把他们进入的那个地方 全部堵住了 圣经讲得很清楚 外面那批的人 他们就找不到 找不到门路 进不了那个房子 去伤害 在里面的这些的人 所以我相信的一点就是 上帝可以借助他的保血 借助他的真理 借助我们这个不怕死 因为我们知道 死呢 只是这个世代的结束 这个在世界上的 这个生命的结束 但是我们是进入一个 永恒生命的一个开始 死不是 不是绝集 死不是绝集 死只是进入一个 永恒生命的一个开始 是 西藏牧师 我理解了 因为今年 当开始的时候 就进到了一个中国的龙年 那么我们基督徒 不管是世界上的人 还是我们神家里面 我们都要面对一个龙的权势 这个并不代表说是 哪一国的人 我的理解 但是只要你 没有在神的话语里面 没有在神的真理里面 可能真的是要被这个势力 所拖走 所迷惑 那么我想 这个是你给我们大家 非常好的提醒 另外呢 我觉得也不要说 你看见中国人 看见中国 你就是 你就是邪恶的 这个 这个我想三姐 可能有更多的这个体验 我觉得三姐 就是一个不怕死的这个勇士 那么最近你在你在那边 可能看了很多的这个 这个龙与这个神的那个交战 来跟我们分享一点吧 非常感谢蔡牧师的分享 其实我在刚才蔡牧师分享的时候 我有想到有一个问题 因为他说那个龙被打到地上来 就是天上是被洁净了 对吧 被清理干净了 所以这个龙呢 到了地上以后 他讲了地和海就有过了 那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代 是不是那个有过的世代了呢 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多灾难 也就是说 因为这个龙被摔下来 不是说他从此就不能够在空中 他仍然能够上上下下的 按照圣经所说 叶伯叔说这个魔鬼撒旦 他是每天可以上上下下 做什么 他的工作是去控告人 你看到吗 这里说的 这个控告人的 在这个第十节这里 他讲到这个魔鬼撒旦 他是要在神的面前控告我们 的那一位 所以他的权势还是在的 不是说他就只是在地上 但我们现在 那我们现在就是 因为我刚才程璐讲 他知道我在DC 在那个监狱外面 每天都在为那些受冤枉的 揭露政治犯首页 每个晚上 所以我就看见很多 不公不义在美国 就是因为在我移民来美国之前 我认为这个国家是一个上帝之下的国家 在这里 因为他们设立的这个国家管理体系 这个法律 宪法 法规 都是 就是跟我们人心啊 比较能够认同 就是我们自然的人 那个心里面那种良心 能够认同他这个国家的管理 这些原则 这些法则 那等到我 来了美国 其实二十多年以后 我突然发现 这国家不是这样子了 虽然他们制定的法律法规非常好 但是执行的人 是没有按照法律法规去 严格的执行的 他们是 就是扭曲 为了一些自己的目的 他能冤枉那些政治对手 我觉得这个已经到了一个 就是完全失去了当初我认为的 那种国家 就是你建立在一个公平公义的 根基之上的这个国家 已经不是那样的一个国家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就开始觉得说 我要把一些他们隐瞒的真相告诉大家 让人不要在一个错误的信息上面 去继续被误导下去 因为如果我们真的废弃了 尤其是基督徒 我们废弃了上帝 我们遭遇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我就想说在这个时候 基督徒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就在现在目前这个世代里头 我觉得我一个人的声音也很有限 我不知道说 我应该怎么样跟基督徒来讲 现在这种一个状态 基督徒到底应该怎么做 请问蔡牧师 首先当美国开国的时候 它是以基督为根基的 以基督教为根基 而每一个他们参与的人 他们都是很虔诚的 非常虔诚 按照真理而行的人 但是当国家不断的发展的时候 渐渐渐渐 它不再是有基督徒 它不再是有基督徒 而掌管 掌权 有很多各式各类的人 会参与在政治的里面 这原因也是因为很多基督徒 不愿意参政 就好像很多 父母不愿意让孩子去当兵 一样的道理 因为当兵很危险 参政又有很多很多复杂的问题 所以很多父母 现在也不愿意让孩子们去参政 也因此在政治界里面 这个领域越来越多 未必是完全属神的人 未必是完全就是说 有很好尽全生命的那些人在当中掌权 所以变成就算是有这样的一个法律 但是他们本身的生命不是如此 他们本身的信念 这些人本身因为不信主 他们本身的信念就很多东西是没有标准的 是按他们自己的肉体 按他们自己的喜好 按他们自己想做的去做的 所以当你面对一个国家 渐渐渐渐渐已经衰微在这个层面上 衰微下去的时候 身为基督徒你能够做的就是什么呢 你能够影响的地方 你一定要去影响 比如说去参政 比如说是媒体 比如说好像这个电台 比如说好像你在你的社区的里面 你怎么样有一些的健康的活动 政治的公益的一些活动 去帮助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那个社区里面所做的 我们就是要影响那个社区 以前我们是帮助无家可归的 那些戏毒的那些戏女 那些戏酒的 但是现在他不再是这些人了 来的都是社区的人 是住在里面的那些人 他们来的时候 我们不是叫他们去戒毒啊 因为他们没有戏毒啊 我们不叫他们戒酒啊 他们没有戏酒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面对的是 我们想要改变这个社区 就让这个社区的人 能够明白说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可以影响整个社区的 可以影响我们自己整个的社会的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能够都做一些行善的东西 能够帮助社区的东西 有一些好的社区的活动 慢慢慢慢整个社区就会被影响了 所以我记得我上次说过 我说要影响这个城市 不是从大的开始 而是从小的开始 你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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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去影响 一个一个社区去影响 渐渐渐你看到你的这个城市就不 你知道我在这几年 我们这个城市 那个区那个 那个 mayor 是市长 这个市长非常好 非常好 当我们祷告祷告祷告的时候 这个社长本身就 他的心就真的是要开发这个城市 他就把整个城市 从一个非常 堕落 从一个非常黑暗 从一个非常 被人家拒绝 非常贫穷 非常被人家仇视 惧怕的一个地方改变了 他把很多好的 很多很多好的 那个社群把它带进来 也把很多很多 开始建很多建筑物 建很多很多 他就改变了整个城市 当然是基督徒在当中 祷告这个社长 这个市长非常的好 非常好 他的心是真的要去开发那个城市 帮助那个城市 而不是站在一个自私 单单为自己 得意的一个角度 或是位置来做事情 那你们现在 对 就是 我刚才知道 您刚才讲了一句一点 就是说 你中心在一个一点上 就是可以坐你门前 好像就是 大家都有血 到这都是血 你先把家门口的 那个血给他扫干净 就是我们要承担自己的 自己一点点的责任 然后从小慢慢去 慢慢去做 那您现在 有没有具体的 有没有具体的 比如说 有没有具体的一些东西 大家可以 在附近的人 可以直接去参与 还是怎么样 有吗 有的 就比如说 现在我们 这个社区来的人 很多他们都是 新移民 新移民来到的时候 他们很彷徨 非常的彷徨 那么我们就 给他们一个 好像一个家的一个平台 让他们感觉到 他们来到我们的当中 我们就是 就是把他们当成家人 虽然可能他们家人不在 但是我们把他们当成家人 这样慢慢慢慢 让他们感觉到温暖 那我记得有一次 加拿大政府 开放给西利亚人进来 几年前 好几年前 很大批的西利亚人进来 那当时我就 就好像 大部分的人一样 感觉到挺战惊 挺害怕的 因为都是中东里面 这些 不知道什么人 会进来 也担心说 可能会不会是那些恐怖分子 也会被放进来 我当时挺甘心 但是后来我就祷告 祷告 行求上帝的时候 上帝给我一句话 上帝给我一句话 就是 要让这些新进来的新移民 因为很多城市 都是被一些移民 一些移民进来的人 所占据的地方 而遭受到很多的破坏 很多的破坏 因为他们进来 他们找不到工作 因为他的身份的缘故 因为他们没有家人的缘故 渐渐渐渐 他们成为一个破坏社会的一份子 而不是建设社会的一份子 那当时我祷告 当这些西利亚人 几万 三十万吧 三十万 大概我看 三十多万的这些西利亚人 被带进来的时候 我就祷告上帝 我说 我怎么样能够帮助这些人 我在这个城市里面 这么多这些人进来 特别是我们那个区 如果他们进来 政府帮助他们一段乐子之后 他们找不到工作 他们找不到住的地方 他们怎么办 他们进来的人 他们只有 大概三个月的时间 政府供给他们 住在旅馆 住在hotel里面 之后他们就必须要找到 他们居住的地方了 但是问题是 当时我面对的是 他们没有人会租房子 给他们住 我当时因为经济的问题 我们也在做一些 这个property management 就是房屋管理 房屋管理 那么我就认识了这些西利亚人 开始有很多这些西利亚人 他们在租房子 但是因为他们 第一他们是中东 中东人 他们很害怕 房东们很害怕 害怕他们是一些恐怖分子 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人群 所以他们不敢住给他们 第二是因为他们家庭很大 他们都是四个六个八个 而且他们没有能力 去租整栋 如果这么多人 他要租整栋房 他租不起 所以他们就两个房 两个家庭一起租 就变成十多个人 十多个人租一个房子 房东来你要租 他们不愿意租 那么我就导致说 主啊 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 我们怎么样能够让 这些进来的人 不会成为社会的破坏者 而是成为社会的建设者 我就祷告 祷告圣灵其实给我感动 就是去帮助他们 让这些新来的人进来 感觉到温暖 让他们进来的时候 先接触到爱 而不是接触到仇恨 因为很多这些进来的人 甚至包括新移民进来的时候 他们接触的是仇恨 因为被鄙视 因为他们来到一个新的环境 当地的人不接受他们 种种的情况 包括这些人进来的时候 很中东的 特别是中东人 他们受到很多的鄙视 很多的拒绝 因为这个恐怖分子的人故 所以祷告的时候 上帝给我的一句话就是 让这些进来的人 先接触到爱 而不是先接触到恨 如果他们先接触到恨 他们里面就开始仇恨 而仇恨只会提起 或是带来更多的仇恨 更多的仇恨 但是爱呢 会让他们感觉到温暖 而在温暖的当中 就会建立更多的爱 爱就会制造更多的爱 所以我们就开始 鼓励跟那些房东说 这些人非常的好 我们都查过了 他们都是非常 我们也接触到这些人 我说如果他们愿意给多一点 比一帮人多一点的钱 你们愿不愿意租给他们 我们就开始地套房子 租给这些中国人 但是中国人他们找不到房子 也因此他们就有一个地方住 他们就带 接触了更多这些西里亚人 我们就去帮助他们 帮助他们 他们就渐渐渐感觉到 这个社区来到这里是被爱的 而不是被拒绝的 而不是被仇视的 而因此他们就开始进入 很好的一个 那么我就按照我们能够接触到的 我们就这样子帮助他们 就改变了这群的人 这群的人就被爱的当中 开始我们一开始要帮助他们 学英文啊 因为他们讲讲不通 我们也讲不通他们的话 我只能够用Google Translate Google Translate 来跟他们交谈 他们甚至不会用我们的那些 所有的那些东西 我们那些去剂啊 那些appliances 就是我们的那些厨房里面的东西 他都不懂得怎么样用 甚至他也不懂得怎么用 洗衣机他们也不懂得怎么用 所以我们需要经过这么长的过程 去帮助他们 教他们怎么去用这个洗衣机 教他们怎么去用那些炉 教他们所有的东西 甚至丢垃圾他们也不懂 我们要教他们 甚至英文他们也不懂 我们开始去教他们 教他们英文 所以带给他们爱 而不是带给他们仇事 或者是仇恨 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分享 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讲 就是政府 他们可能就是一个大脑袋 把这些 他们认为做的事情 他就把它做了 但是他不知道这个细节 很多这个具体的东西 这些外来的移民啊 虽然说你们需要他们会怎么样 但是并不清楚 他们将来要遇到什么 他不管 反正把他弄过来 然后丢给社会 那么丢给社会 就这样 现在大家为什么要反对 这个非法移民 或者是这样的 那就给社会造成了很多的困惑 很多的困难 甚至是有的是谋杀案啊 有的时候是强奸案啊 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听了很多 但是您就是真是很 就是在这个黑暗当中 好像给了一条出路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去控制外面的 控制这个世界 甚至控制这种要做什么 但是我们碰到什么 我们就求神 让我们做什么 你刚才讲的一点 我觉得非常 就是凡事祷告 当神的灵跟你说话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去做 反而就是把这件坏事 就变成了一个好事 那我觉得三姐也是这样 三姐你有什么样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三姐 常常都是迎风而上 就是在那些黑暗 能把很多坏事去变好事 所以三姐你有什么 什么那个问题 或者你有什么样的分享呢 对我是想 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呢 很多不同的看法 就是对于这个移民啊 如果是一个 一个正常的合法移民 当然 你一定要去就是 接纳他 去用爱去帮助他们 但是你接下来 如果能把这些人 带到上帝面前 那是 这个才是真正的有意义 就是这个灵魂归向神 才真正有意义 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 不是一个合法移民的问题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 很多非法移民的问题 就是在美国这个 南部的边境 现在被打开 进来的都是 非法移民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 我不知道蔡牧师 有什么样的看法 对于我来说 我是不能接受 这些非法移民 因为你进入这个国家 就有非法的 说明你就践踏这个国家 法律你进来的 所以这样的人 应该怎么对待他们 我不知道蔡牧师 有什么想法 坦白说 坦白说 你不在权上 你改变不了那个 改变不了他们 所决定的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刚才我说 你要参与在其中 你才有这个说话权 因为我们失去了那个说话的权力 我们失去了那个决定的权力 因为我们不在那个位置上 所以我们也改变不了 除非你站在那个位置上 你可以改变 所以为什么 政治层面上 我们如果基督徒都不参与政治 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政治 你没有办法去改变政治 政治里面就包含了 这些所有种种的 包括非法移民啊 或者是这些种种的 这些这些的问题 社会的问题啊等等 那社会不信的人 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去做的 但是信徒会按照神的心意 按照神的公义 按照神的真理而去行事 那么情况就不一样了 那么面对这些非法进入的这些人 我有几个不同的看法 第一我相信 怎么样讲呢 当然 所以我说如果他们进来会带给这个社会城市影响 因为每个城市都有很多非法移民 他们占据城市 占据了城市之后呢 他们就破坏 因为他们没有地方住啊 或者是找不到工作啊等等 他们就偷啊抢啊 开始做这类的事情 对吧 所以我说我们只能够在我们自己的权限之下 去做改变 为什么我说你不要把它想到太大世界怎么去改变 城市怎么去改变 国家怎么去改变 这个不在我们的权限之下 我们不在那个权限之下 我们能够做什么呢 我只能够改变我自己的家 我改变不了隔壁 对吧 但是我可以借助我自己的家 去影响我的隔壁邻居 借助我自己怎么样 就是说 爱护我自己的邻居 邻舍 我的邻舍也因此而爱护我们 同样的 我们身为一个普通人 OK 身为一个普通人 普通的基督徒 我们没有这个话以前 我们也没有这个决定权 在这个层面上 你如果就算是你带着愤怒 你带着这一切的心态苦毒 不平这项的心态去面对的话 你的心会越来越苦毒 你会越来越苦毒 你的自己本身也就没办法平衡 你自己没办法平衡的时候 你自己无形之中就会 使到你自己的心境被改变 被改变成为一个苦毒的人 成为一个苦毒的人 或是一个不愤的人 但是如果我们用一个正面的态度去看 这些人进来 不是我们能够阻止 OK 当然这些律法我们可以叫做祷告 就是有在这个层面上的人 如果我们能够去 做什么我们去做 尽我们的力量去做 但是如果在我们没办法做的时候 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就是在我们的权限之下 去影响他们 我能接受 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 首先我们如果能参与到国家管理 就尽量基督徒要去管理国家 如果我们没有参与进去 那个当权的人 他有权决定的事情 我们是改变不了的时候 我们就尽我们的力量 改变那个最后的结果 让他不要变得更坏 是的 因为这里的人 权跟话语权是连在一起的 你有权你才能够有话语权 对吧 你没有权你没有话语权 所以你就现在浪浪浪 你这喧喧浪浪都没有用 真的 你只能够激动起 激励起更多那些这样的一些声音 喧浪的声音 而这些喧浪的声音 带不来给人这个平安 带不来给人家这个平静 就好像当时的以色列人 当他们要进去这个迦南地的时候 当他们面对很多不好的环境 看到害怕的情况 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做的情况 他们就在喧浪 他们就在埋怨 他们这样的一个心态 你看到吗 这样的埋怨的心态 喧浪的心态 最后发展成什么呢 最后他们只看到这些消极的 看到消极的 不敢进去也不知道做什么 整个心也就因此被吞噬了 他整个的心整个的灵 也会被吞噬掉 你要记得不好的灵 会带来更多不好的灵 因为灵界它不是一个一个的 它也是一群一群的 有些是一个组合 这一类的灵 它会带来另外在这一类里面的灵 比如说愤怒 愤怒会带来仇恨 比如说妒忌 妒忌会带来什么呢 妒忌会带来凶杀 因为你看岳伯跟亚盖颖 你看到他们就说 因为开始妒忌 妒忌之后 慢慢开始怎么呢 开始仇恨自己的兄弟 仇恨自己兄弟之后就杀害了自己的兄弟 所以灵界其实很特别的 你这个灵 会带来更多这一群的灵 或是这个组 一个好的灵 我保守我自己的心 身为一个基督徒 为什么我们能够在乱世当中 在越困乱越黑暗的环境当中 我仍然能够站立的稳 是因为我保守 保护我自己的灵 不让我的灵 就是说被一些不好的灵 进入我的里面 来占据我的心 占据我的思想 包括我自己的口舌 这样子我就会有更多更好的灵 在我的里面 更多更好的灵 在我的里面的时候 我才能够发挥更多更好的自己 同样的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 如果我们不断的在这个世界上 看到这些不平 看到这些不公义 看到这些非法不法的事情 这个全部在我们自己的权限以外的 不在我们自己的权限以内的 我们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的里面 我们一直 单单是这样子如此的挣扎的话 倒不如 倒不如 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权限 我们自己能够做的范围里面 去发挥自己 更加的有功效 然后我可不可以再问一个问题 因为时间差不多了 我就是想说 你讲到这些什么愤怒苦毒 我觉得现在这个都不是主流的问题 我觉得现在主流的问题 是我们的后代都已经被魔鬼奔吃了 就是基督徒 那些老基督徒的父母 他们的后代就是慢慢的远离神 就是不是说我们靠愤怒啊 苦毒啊能解决的问题 尤其对这些非法移民或者是对一些反上帝的人 掌控对国家的权利 或者非法移民的涌入 这些事件导致的后果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基督徒 其实是不看 就是说他不配attention在上面 而且大部分的基督徒 还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就是说他们过好自己的日子 他们保证自己不要犯罪 得罪神 然后呢 他们还是 这种培养自己的儿女 去做一个 挣钱比较 就收入比较高的职业 去学一个这个专业 大部分基督徒还活在这样一个状态里 我觉得这个 就是从我个人的观点啊 来看 我觉得这个才是困扰我们基督徒 基督教界的一个大问题 我不知道 财富人认同不认同 我分享一个见证给你们听吧 为什么你们问了我好几次 就是说为什么的孩子愿意继续的服侍 就继续走我们现在走的路 很简单 我们在那个环境里面 我心里面看到很多的 很多时候我也不愤 为什么 因为 为什么 他们 我们供应给他们衣服穿 我们 就是说政府供应给他们食物 供应给他们居住的环境 而且还给他们pocket money 他们还有零用钱 我认识的 就是在政府里面 给这些无家可贵的 他们每个月还有百多块钱零用钱 那么当时在服侍 我们凭信心的时候 我们甚至一个月里面 百多块钱的零用钱都没有 那坦白说 我心里面有没有不愤 有的 我里面感觉到非常有受愤怒 我说为什么我们这些 就是说在这个环境里面不断的帮助社会的人 我们却要面对这样经济的困难 而这些人他们可以享受国家 带给他们这所有的这些福利 给他们地方住 给钱给他们住 给钱给他们吃 给他们领用钱 甚至他们身上所需要的东西都供给他们 我当时有部分 我心里面有很多的部分 甚至有时候我看到 因为很多人因为爱他们 给他们很多的衣物 新的衣物 买给他们 给他们好的东西给他们吃 我们甚至都没有 我心里面有没有部分 有的 绝对有的 非常的部分 我看到有时候有一段时间 我心里面在想 我甚至心里面也有一点的苦毒 坦白说 我心里面有点苦毒 哇 为什么我自己 特别是当我们在经济上 很辛苦的时候 很困难的时候 我心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苦毒 但是我在讲 为什么我 这些所有的事情 不会成为我孩子的半奖 半爹我孩子服侍的这些事情 是因为 我不会用这种苦毒的心态 去告诉我的孩子 怎么样去看待这个社群 而乃是 让他们正面的去看 这些人 他们之所以会这个样子 我们怎么样去爱他们 和帮助他们 我不会在我的孩子的面前 说出我心里面这种苦毒 我对他们不愤 一直不断的在我家里的里面 去传递这些的不愤 不满 或者是这些不公不义 这些的心态 我不会了 我在家里面 我不会传递这些事情给他们 给我们的孩子 所以为什么基督徒的家庭 渐渐渐渐变成如此 如此就是说 刚才你所讲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 我们自己本身 看待这些事情 没有去对付这种的心态 而我们也不断的在家里面 去传讲的时候 我们也传讲这些事情 也因此无心之中就会影响到 我们自己的孩子 因为你所听的 看听想讲做 这句话里面背起来 看听想讲做 也就是你看什么 你听什么 你就会想什么 你就去做什么 如果我们的孩子是在一个环境 每天就听我们放牢骚 每天听我们麻烦 每天听我们苦毒 对社会对这些事情的苦毒 我们的孩子也会一样 但是如果我们的孩子是听到 每次我们怎么去爱这个国家 怎么去爱这个城市 我们怎么在这个城市 能够帮助这些 在城市里面有需要的 他们听到这些 他们也就会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我不知道回答到你的问题没有 谢谢 其实我觉得蔡牧师讲到了一点 就是把所有的主权 不要交给这个世界 把让神在这个任何的环境当中 做主为王 所以我们常常唱一首歌叫 大水 洪水泛滥的时候 耶和华做主为王 我也是常常提醒自己 就是神是这个世界的主 任何人可能一时的掌控 但是他不可能永久的掌控 所以我觉得第二呢 我觉得蔡牧师给我们一个讲的 就是说 不要跟着这个世界唱歌跳舞 你要跟着圣灵的启示往前走 那这一点呢 我觉得我特别阿闷 因为我的儿子 他也是在这个世界 他常常看的都是这些 他就觉得这世界没有办法待 你知道吗 他一会儿想去这边 一会儿想到那个国家 他总是用这种熬的这个方式 来躲避一些事情 但是对于我来讲 我觉得就是 我老师跟他讲 我说我们可以去依靠神 但是呢 在世界上的人 他们所依靠的真的是有限 你一定要知道 你能够依靠神 所以今年的开建 我的儿子就特别 就突然一下子 就被开启了 然后就回到了神的家里面 他就回到了这个 他的这个 昨天他就跟我去教会的时候 他说他站在那个台上 他忽然觉得 这么多年啊 他失去了他的很多注目 他就因为觉得这个 对这个教会失望 对神失望 对人失望 对社会失望 他就去到外面去找一个 他认为能够 可以不失望的东西 结果他根本就找不到 他就回来了 他就跟我讲 他说他站在舞台上 看着人家戴静脉的时候 他说他曾经多少年前 就在这个台上 他一直是戴静脉的 所以他昨天跟我讲的时候 他就痛哭流泪 哎呀我突然就发现 其实对上帝别说 我觉得我对了 就是你眼见的 瞬间就可以没有 所以我就讲起 希伯来书 他就讲到了 神一定要震动 他把这个 所有的受造之物 都要被挪去 是那不被震动的长存 他说 他说 既然12章 既然我们得了 不能震动的多 就当以感恩 就是特别来感恩 赵神所喜悦的 用敬钱 敬畏神 心侍奉神 所以神给我们的 末世的开礼出了 就是用敬钱 敬畏神 的心侍奉神 因为我们的神 乃是烈火 神是烈火 神一定就在他的时间里 一定会审判 国人跟神 审判这个世界 我真的相信 虽然说我们好像真在 来来回回 来来回回 好像看到那个龙子 也很强 但是你别忘了 那个是假的 不是真的 真正的是我们属于神 所以时间到这儿 我觉得今天 这个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那在最后我们可不可以 赵牧师 赵姐 你们用一句话来 鼓励我们 鼓励我们的大家一起 那千总 来 赵牧师你先 好的 我也点一点这一点 就是 为什么人会开始 我讲期待这两个字吧 当时的犹太人 在耶稣时代 那些犹太人 因为他心中有一个不正确的期待 以至当耶稣活在他们当中 他们也看不见 为什么 不是说呢 因为他们期待的救主 是马上就要改变这个世界的救主 如果你把当时的耶稣的时代 带到今天的这个时代 是一样的 当时这犹太人 没办法接受耶稣 因为他觉得耶稣应该是 哇 好像万王之王 万祖之王 来到哇 就能够轰烈的 把世界都不公益 所有的东西就改变 他们期待的是这样的一个耶稣 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 耶稣第一次再来 他是以救主的身份 他必须成就这个救恩的这个过程 他才能够进入另外一个期待 那同样的我们在这个时代 如果我们对这个时代 带着这样的期望 这个时代就是要公益的 这个时代就这样 但是圣经已经说了 这个时代是不公益的 这个时代就是这么堕落的 直到什么时候呢 直到千禧年的时候 当他和我们一同做完的时候 那个才是他真正掌管世界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才看到真正的公益是什么 真正的 真正的 就是说 我们所期待的那种的生活是什么 但是犹太人当时就是带着了一个错误的期待 因此他们没办法接受 而错过了 有些他们就错过了 这个耶稣就是当时要带给 带给他们的真理和那个救恩 我们这个时代同样的 如果我们再期待说 这个世界可以被改变成为完全公益的话 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圣经已经说了 这个世界会越来越邪恶 会越来越困乱 会越来越被败坏 这个时代是会过去的 是已经圣经已经预言了的 所以你不要去尝试说 要改变这样一个世界 真正我们所期待的那个世界 会来的有一天 当耶稣基督再来之后 那一千年 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 所以我们期待对的时候 我们内心就不会有这么大的挣扎 好 谢谢蔡牧师 来 三姐 我非常赞同蔡牧师刚才讲的 因为很多我周边的爱国者 他们问我 今年2024川普 能不能赢回他的白宫管理权 我跟他们讲 我说你不要把盼望放在这些事情上 因为这个世界 自从川普出来以后 他就改变了 这个世界只能会走在 非常震动的一条道路上 然后把每个人里面 你到底是基督的生命 还是不是基督的生命 把你震出来 然后我们会经过这一系列的震动 很糟糕的这些世界的这些 叫什么状态 我们经过这条路 最后我们进入那个一千年 就是耶稣做主做王的一千年 所以如果基督徒 我觉得你没有跟圣灵建立关系 其实这个才是一个最大的危险 你不知道你的使命是什么 你也看不见异象 你也不认识上帝 你不知道耶稣在做什么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 去指望人 我们要指望神 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所以这个现实的世界 不是我们要永久守着的世界 但是我们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面 要按照神的指引 做我们当做的事情 这个就是没有白来这个世界一趟 没有在地上枉费了我们的生命 好的谢谢 是的谢谢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精彩 刚才我觉得就是我们改变能改变的 我们接受不能改变的 但是我们可以让不可能的成为可能 好我们下一次再见吧 好谢谢 我觉得很多东西要继续聊 下次再见 谢谢 好我们期待下一次更精彩的分享 好再见啊 谢谢 感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